大家知道劉偉費和首期學費問題 對於院校來說是有它必要的 在管理上 但另一方面 亦都是對家長、對學生來說 可以是一個很重的負擔 所以兩者之間必須取得一個平衡 局長在主體答覆裡頭 我問究竟涉及的費用有多少 主體答案裡頭並沒有列出來 就要在附表裡頭 很複雜的數字裡頭計算出來 那就計得到的 數字是2,100萬 涉及到樓委費和首期學費 是沒有退還給家長的 這些都是家長真金白銀拿出來的 是2,100萬元 涉及的人數是多少呢 我們估計是4,000人次 每個家長所需要負擔的是至少5,000元 一只是一個樓委費 如果讀多一個課程的話 可能是1萬或甚至2萬 這對於基層家長來說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局長的答覆裡頭 就說有幾項的措施提出 希望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我想問一下 究竟實施了這幾項新的措施之後 這些指標 我剛才說的指標 會不會有一個改善呢 2,100萬元的不退回的樓委費和首期學費 會減少多少 涉及4,000人次的家長會減少多少 如果沒有減少多少的話 這些措施的作用就不大了 多謝議員的提問 如果你看回我們會在2016年開始 由8月8日今年的情況 所以現在是5月底 我們都很希望在這樣的設計之後 一、同學可以多拿一些資訊 在他們作出決定之前 第二、有幾天的空間時間 儘量減少了 他們在比較迷惘或不清楚的情況下 要繳加樓委費或首期學費 我們覺得這樣做法 不論在數額或人數上都會降低 但這些都頗主觀 因為選擇都是個別同學的決定 所以我們很難操作指標 但我們很相信 我覺得應該會下降 多謝主席